2011年3月,日本东京九级特大地震并引发海啸,致使福岛核电站破坏,引发了一系列核泄漏事故,引起全球恐慌,直至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。 然而,日本竟然想把福岛的核废料出口到中国,想利用中国的沙漠埋掉这些核废料,真是厚颜无耻,中国显然不能答应。 然而,日本依然决然把福岛核电站产生的100万吨核辐射水排进太平洋,全世界炸开了锅,这样的做法岂不是让全球国家一起跟着遭殃吗? 可是日本现在步履艰难,核废料堆积已经渗透到了日本的地下水中,所以日本农产品和饮用水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。 不仅如此,当地渔民对排污太平洋的决策也很无奈,因为会造成海洋污染,捕捞上来的海产品消费者都不敢使用。 此时日本专家说,废水中存在的川对环境基本上没什么危害,而且废水进入太平洋很快就会被稀释。 可是世界网友却不买账,部分网友调侃到,危害很小的话就没有必要往海里倒,自己岛内那么缺水,净化一下偷偷的当自来水不是很好吗? 小编认为,怪不得日本怪兽这么多,你还真以为奥特曼会来救你吗?